地球,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,也是目前我们唯一可以居住的地方,古代人并不知道了地球是原型的,更不知道除自己以外的地方,还有其他地方,懵懂得人类只是把它当作自己的家,殊不知天外有天,整个地球我们到现在还没研究透彻,从科技发展开始。 人类一直对地球不断的研究,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可能改变我们的未来,但只是我们发现的一小部分,世界的解决力很多,都是人类无法用科学去解释的,大家都知道地球是经历过上万年年演变而来的,所有的一切都是根据人类的科学推理出来的结论,人类毕竟还是聪明的, 从一点点的,一代代不断的去研究,经历多少人的奋斗,才产生现在的结果,人从来来来,达尔文去研究,人为什么能站立,牛顿不经意的发现,科学家总是那么用心去钻研,每个人都是站在智人的肩膀上去发现的,一个理论经历风风雨雨的去证明,最终我们得出正确的,大家都知道地球有南极北极, 这些的发现必然少不了磁铁,因为磁铁也有南北两极,然而磁,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贡献,每代科学家对磁都有不同的研究,一次次的实验,最终造福人类,电可以生磁,那磁可否生电,就这样的反复推敲,每个事物都是有联系的, 我们都可以去发现,我们平时用的磁铁,看似只是简简单单的磁铁,可他的学问可打着呢? 虽说世界上不存在有动机,那都是科学家去进行理论研究的,可不经意的发现或许也是没根据的, 国外一小伙在一次偶然的玩耍中发现,他用四块环形磁铁放置一起,在磁铁上方放置环绕磁铁的环形铁架并固定, 然后拿一铁柱半于环形铁下一转动,铁柱自己不停的旋转,这难道是涌动机吗? 虽然有摩擦力的存在,空气阻力的存在,但是磁铁的磁力也存在趋势铁柱一直转动, 或许生活中存在的东西,我们无法去理解,但我们可以善于去发现,真理总是经过不断的锤炼,才能真正成为真理,小伙伴们怎么看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